你听说过位于西藏深处的神秘地方香巴拉吗 传说那里是人间的天堂 史加摩尼的最原始教义就在那里 甚至连希特勒都为此着迷 曾两次派人秘密前往西藏 试图找到那里藏匿的一种能够毁灭世界的武器 然而他们却未能找到入口 事实上不仅是希特勒 几乎没有外人成功进入香巴拉的记载 传说中还提到 香巴拉要到公元2600年才会重新与人间相接 那么香巴拉是否真实存在呢 公元2600年又有何特殊之处 为什么他们选择在这一年返回凡间呢 欢迎新朋友关注 我是禅官 让我们一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香巴拉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 据说人们心目中的一切美好都在香巴拉王朝中得以实现 然而普通人很难找到这个王朝 因为他被神秘的咒语所守护着 关于香巴拉王朝的传说是由西藏僧人传入人间 因为他们坚信这个王朝保留了佛祖最完整的教义 当香巴拉王朝再次出现在世间时 他们将走出凡间 将其传播给众生 为什么选择公元2600年这个时间点呢 人们认为在这个时期 由于科技的快速发展 人类已经沉迷于物质欲望之中 精神 道德 法律甚至人类底线都被遗忘 整个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状态 因此 香巴拉王朝肩负其拯救人类的重任 他们将出山协助人类重新建立秩序 令人深思的是 释迦牟尼曾预言过末法时代的到来 而这与香巴拉王朝的出现似乎不谋而合 据传说 希特勒对香巴拉王朝着迷不已 他派遣一支特工队伍进入西藏 收集关于香巴拉王朝的信息 纳粹获得的情报表明 香巴拉王朝拥有超越当时的文明水平 并拥有毁天灭地的武器 他们还查明 香巴拉王朝的入口位于青藏高原 钢底斯山附近 钢底斯山被称为神山 是印度教 藏传佛教 本教和古吉纳教信徒朝圣的圣山 然而 数千年来 极少有人能找到香巴拉王朝的入口 在1943年 苏联对德国的战争中屡遭挫败之际 希特勒再次派遣特工前往西藏寻找传说中的香巴拉 然而 从希特勒的灭亡来看 他们并没有找到香巴拉 当1945年苏联攻入德国时 他们在希特勒的地下室中发现了一位西藏喇嘛 据说 美国和苏联从这位喇嘛口中也获得了不少机密信息 因此 战后他们都曾派遣人员前往西藏寻找香巴拉王朝 关于这个神秘王朝 班禅喇嘛六世曾写过一本通向香巴拉王朝的书 书中记载说 那是一个人间佛国净土位于西藏的北方 要到达那里必须经历沙漠 高原 雪山和冰川 并且要面对沿途恶魔的侵扰 然而 这些考验只是为了考验人的品德 只要你修行了无上秘法 具备了伟大的神通力量 得到诸天神佛的保佑 就能成功到达香巴拉王朝 换句话说 即使你有确切的路线之隐 也需要不断修行 将物欲的肉体转化为纯洁的精神心态 才能进入香巴拉 听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熟悉 因为这与西游记中的取经之路有相似之处 然而 令人矛盾的是 这本书所记载的位置 与唯一位进入过香巴拉的僧人 所描述的并不相符 这位僧人名叫土耳 根据他的记载 香巴拉王朝的位置 在喜马拉雅山的中部 大约是西金王国附近 这个地方 位于西藏的南方 与班禅喇嘛六世 所描述的北方完全相反 藏传佛教中流传着一个神秘的语言 说末法时代来临时 人类唯一的避难 所在一个名为牢火的地方 然而 这个地方曾经有打开香巴拉之门的关键 遗憾的是 在寻找藏地高等文明香巴拉的过程中 纳粹德国 美国和苏联都未能成功 据说 唯一一个成功进入过香巴拉王朝的是一位名叫土耳的僧人 更重要的是 他留下了一份地形图 这让我们有可能成功进入香巴拉 在西藏佛教的认知中 香巴拉王朝的入口在神山钢底斯山附近 然而 土耳却认为入口一定在西津 他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他的师父就在寻找香巴拉的过程中消失了 当时他的师父破解了一个远古语言 说末法时代将有一个隐秘之地保护人类 这个隐秘之地叫劳祸 公元八世纪 佛教传入西藏时 佛教徒在劳祸留下了一些神秘的物品 土耳的师父认为劳祸就是西津 而那里的神秘物品就是进入香巴拉王朝的钥匙 因此 不久之后 这位高僧就动身前往西津 在他离开之前 他告诉年轻的弟子土耳 这条道路十分危险 几乎是生死存亡的考验 如果他没有回来 就要接替他的位置 高僧带着一队人离开了 出了一封书信外 再也没有其他消息 而那封书信告诉土耳 他的师父已经离世 就这样 只有二十多岁的土耳成为了寺庙的住持 在西藏僧人的传说中 土耳是一个异常神奇的人物 他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并在很小的时候成为一名僧人 由于他的极高悟性 被方仗选为亲传弟子 在二十岁时 他获得了林八僧的称号 也就是住持的候选人 师父去世后 他一边主持寺院 一边收集消息 希望能找到传说中的香巴拉王朝 完成师父的遗愿 他知道要进入香巴拉必须有天大的机缘 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是那个机缘之人 直到有一次他在打坐时突然得到了启示 一个声音告诉他 他就是那个开启香巴拉大门的机缘之人 与此同时 一幅地图出现在土耳的脑海中 标注着香巴拉位于世界第三高峰上的冰川之上 得到指引后 土耳毫不犹豫 立即带领一支队伍踏上寻找香巴拉的旅程 在途中 他们翻越雪山 攀爬冰川 历经艰险 几乎丧命 最终 他们登上了山顶 然而 此时已经没有道路可走 大家陷入了困境 就在他们束手无策之际 冰川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闪耀着光芒的虚幻洞口 洞口中 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让人惊叹 土耳相信 这就是传说中隐藏的香巴拉王朝 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钻入洞口 进入洞口后 他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壮丽的寺庙 寺庙两旁矗立着宝塔 四位高僧亲自出来迎接土耳和他的队伍 经过交谈 他们最终确定 这就是香巴拉极乐世界 异形人跟随高僧的引导前进 很快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到处都是由琉璃打造的宏伟建筑 道路铺设着黄金 两旁盛开着各种奇花异草 令人惊叹造无主的神奇 然而 最令他们吃惊的是 通往王朝中心的一座悬空桥 这座桥没有两端 仿佛悬浮在空中 他们困惑着如何能够通过这座桥 然而 引导他们的僧人轻松地走过 就像踏在平地上一样 这一幕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 藏传佛教中的圣地香巴拉 究竟是人间天堂还是人间炼狱 为什么唯一一个进入其中的外部僧人 土耳会遭遇不幸 这里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根据传说 香巴拉世界通往核心区的地方 有一座悬空桥 两端空无一物 下方是万丈深渊 然而 奇怪的是 引导僧人的高僧们 却能轻松地走过桥 仿佛踏在平地上一样 他们解释说 实际上桥一直存在 只是人的眼睛被业障所遮蔽 看不到桥的存在 只有当人们诚心念咒时 业障才会被驱散 桥才会显现出来 土耳一行人听后不禁震惊 果然看到了桥的全貌 并成功地走过了悬空桥 进入香巴拉王朝的核心区 他们发现 这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各种宏伟的建筑 飞速行驶的交通工具 以及闪耀着各种色彩的灯光 这里确实是一个超越世俗的文明世界 后来 土耳和他的同伴 见到了香巴拉王朝的国王 据说他是一位大菩萨的转世 在国王的领导下 香巴拉王朝的居民 都超越了凡人的范畴 没有负面情绪 没有对物语的执着 他们只有快乐 宁静和满足 国王解释说 香巴拉王朝的居民通过修炼 已经拥有了彩虹之身 任何形式的攻击 都无法伤害到他们 他们之所以这样修炼 是因为在公元2500年之后 香巴拉王朝将会被世俗世界发现 而当时的人类世界 已经被物质和欲望所主导 掠夺成为常态 尽管科技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无法阻止世界走向毁灭 在那个时候 人类会疯狂地袭击香巴拉王朝 企图占有其中的一切 正因如此 香巴拉王朝的人们修炼出彩虹之身 用来对抗外来世界 并从人类的内心出发 拯救人类于危难之中 实际上 香巴拉王朝 一直在密切关注人类世界 对地球上的世界大战 核武器的威胁 太空科技的发展 以及人类文明的进化 都有所了解 他们一直在等待战争的到来 因为只有在战争的犀礼中 香巴拉王朝和人类世界 才能一起进入新的时代 托尔在香巴拉王朝逗留了数日 高僧们邀请他们留在香巴拉 但托尔决定离开 因为他希望将世俗中的 其他弟子带入香巴拉 然而 他没有参悟到 香巴拉并非任何人都能进入 而机缘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当托尔带领弟子们再次准备登顶香巴拉时 突然发生了一场雪崩 导致包括托尔在内的大部分僧人被掩埋 当生还的弟子将他们挖出时 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 自此之后 再没有关于香巴拉王朝的消息传出 人们纷纷猜测 香巴拉是否真的存在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禅官 欢迎在留言中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